李拜 禮拜 前天 我自己度過滿感動的一天 我去看了一個電影 是一個完成拷貝 還沒有開始試片 他叫看見台灣 導演是一個 名字叫齊柏林 跟那個 飛船齊柏林一模一樣 所以他注定 他一輩子都在空中拍攝 他每天的工作 就是等飛機能不能 飛上天 他的攝影機永遠架在 空中 所以他拍了非常多 台灣的 景象 從那個影片 我們得到很多 我們到不了的角度去看台灣 真的非常美 美到你會驕傲 美到光看畫面跟聽音樂 你就覺得是一個享受 但是他後半段一轉 會看到台灣被破壞掉的地方 比如說 我們去 花蓮 太魯閣那邊 你知道有一個水泥場 一直在那邊挖 你看到的是他在山頂 一點點在挖 可是如果在從空中看的時候 是整片山被挖掉 然後土石流 然後海口被污染 你都可以看得到 你看到後面會覺得 為什麼要這樣子破壞 這麼漂亮的土地 會非常惋惜 你會覺得 人為什麼要這樣做 你會覺得莫名其妙 我覺得這個電影 一定值得看 因為有些畫面說不定 以後沒有了 但是我希望他會再 我希望他會恢復 當然他也有拍到一些 還是紅紅派啊 一些台灣有機耕種的農民 還有那個股東會議 那個股物的股 他們那個在作業的狀況 有一些人努力的在讓台灣 回復到有機的時代 有很多人在努力 那個也會感動 所以我覺得這不是一個劇情片 它只能被列入為紀錄片 但是非常值得一看 是會讓你感動的一個片子 我昨天看完那個片子 走回家的時候 就發現我們家門口 放了一個南瓜跟兩個冬瓜 那個冬瓜只有這麼大 是野生的 就是我們鄰居 因為我們鄰居都是農民 當他們有作物出來 他們就會放在我們門口 我也不知道是誰 因為我們種的菜 我不好意思拿給他們 因為沒有辦法跟他們比 他們種的掛菜可以這麼大 非常好看非常好吃 他們會放在我們門口 有時候我三天沒有出去 他們看放了三天 就用那個塑膠袋包起來 然後掛在裡面 想掛在裡面 你總會看到吧 就是這樣子 我只能送他們月餅 柚子 可是 那是一個 非常非常 我們以前的那種情感 也讓我非常感動 其實在這裡 我們可以這樣生活的 我們可以看到滿天的謊言 都是為了權利 為了利益 我們為什麼不退而求其次 我們不需要這些東西 我們可以從我們自己開始 我們可以過簡單一點的生活 簡單就可以讓我們滿足快樂 跟幸福 因為我們真的是在一個非常美麗的地方 你看了齊柏林的影片 你就會想在台灣旅行 真的非常好看 我也覺得 那真的是 一個能夠活在這裡的人的幸福 我希望一直保留著那個感覺 謝謝 大家晚安 晚安 我好久沒有來了 因為最近 常常跑外縣市 八月會 我在人本的一些 親子教室 跟媽媽跟小孩子一起讀詩 九月會也是一樣 去年穿衣舞蹈的事件以後 我在自由時報 應邀寫了一首詩 就是《南國的祈禱》 在那個詩裡面我提到三個 在日本東北非常有名的詩人 因為就是可能大家如果知道的話 就是公辭賢治寫的銀河鐵道的匹方 這個是在東北工程縣的詩人 那一位是石川濁木 也寫了很多童謠 還有那個和歌還有排句的詩人 還有一位就是圖景晚翠 台灣有些人很熟悉 有一首荒城之樂的奏詞者 我在那個南國的祈禱 對那個福島事件的那一首安慰的詩裡面 我提到這三個詩人的詩歌 能不能去虎會 在日本東北因為福島的海嘯 然後和電堂的事件 而受傷的很多人的心靈 剛剛我要來參加今天的活動的時候 我跟我太太再回想一下 從第一場到現在 時間過得很快 過了兩個季節 就是我們從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 從春天夏天已經快要進入秋天了 這麼多的時間這麼多的人 這麼持續的在這裡展現的台灣社會 一種非常溫柔堅定的改革力量 在這裡我們大家互相鼓勵 互相加油 互相勉勵 我覺得一個社會 一個國家 都要每一個生活在這裡的人 有一種良善的心靈進取的力量 還能夠建構一個好的社會 建構一個好的國家 台灣的公立社會 是因為政治的獨斷 跟物質主義的崇尚 所交織、政商、勾結 所產生的某種影響文化的生態 它破壞了我們的價值觀 也嚴重的扭曲了經濟的意義 因為經濟的核心的課題應該是幸福 經濟它是生產 它是分配 它是使用 它有它的限度 有它的規範 所有的指導原則 應該就是幸福的意義 而不是掠奪 而不是符合某些人的 掠取、榨取的一種 所謂公立的企圖 每一個人都要弄微薄 但是 只要我們每一個人不要放棄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堅持 我相信 人民的力量 公民的力量 一定能夠建構一個更新的 更好的台灣的社會 跟國家 在這裡祝福大家 也期待我們一起共同勉勵 一直到核市停止為止 一直到台灣的核能電廠停止為止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你們的老師